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既有趣又引人深思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谈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及其后果 看来美国在中东的一系列政策和军事行动 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高八计划 到不身父子的战争似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让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甚至为其他国家的介入提供了机会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看来美国在这片土地上的行动总是难以取得完美的平衡 接着我们转向一个更加正面的话题 法国外长塞卢尔内即将访华 这是继去年之后的第二次访问 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这次访问无疑将进步加强双边关系 法国作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这次访问预示住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一个气感人又有点惊奇的故事 想象一下你寻找亲生父亲长大20年 最后发现他竟然早就是你的微信好友 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山东一名男子的真实经历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家庭的重要性和亲情的力量 也让人惊叹于现代科技连接人们的奇妙方式 好了这些就是今天的话题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和深入分析 美国深陷泥爪而将胜利拱手让与敌人 半岛电视台中门网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策决策常常导致反复战略失败 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高霸计划到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战争 美国的军事行动常常导致逆向效果 例如美国在埃及的高霸计划导致苏伊士运和国有化核三方入侵 为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此外1991年的海湾战争给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带来了困难 而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估计 美国的错误判断和军事行动使得中东地区陷入混乱 为与中俄等国参与提供了机会 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和政策决策导致了不利的结果 并给中东和海湾地区带来了混乱 例如美国在埃及的高霸计划引发了三方独卿 增强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 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给美国造成了政治和军事问题 并使中东局势复杂化 美国的军事行动常常导致逆向效果 为其他国家介入中东地区提供了机会 当前美国对以色列的权力支持也被认为是一次错误的判断 拜登政府对内塔尼亚乎提供巨额精士和经济援助 却未能影响以色列的决策过程 内塔尼亚乎在拜登访问期间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的定居点 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拜登的错误判断可能会对他的连任竞选产生负面影响 而与以色列的共谋行为可能成为他的失败之一 法中建交六十周年法国外长下周一访华 法国欧洲与外交部长赛鲁尔内将于4月1日访问中国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会晤 这是赛鲁尔内继去年11月访华之后的第二次访问 中华建交六十周年和两国文化旅游年使得中华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失通 高层交往频繁 法国在1964年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这一决定在当时是大胆的经常被中国官员引用为独立外交的典范 中方赞赏法国对独立自主政策的重视 山东南寻青20年找到生父见面发现既是微信好友星岛日报 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个人长达20年的寻青旅程 以及他最终成功找到亲生父亲和子弟妹的感人经历 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 但也收获了很多温暖和帮助 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与生父早已通过微信成为好友 但却一直不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个故事也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和亲情的力量 无论经历了多少困难和分离 家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爱始终存在 最后这个故事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感动 展示了坚持和努力的重要性 以及最终实现梦想的可能性 15岁少年放学时被13岁辍觉男童童死原因 力人无语 星岛日报近日 江苏肃迁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一名13岁男孩在一所学校门前 持刀吐死了一名15岁少年 据报道这起事件是因为两人之间发生了言语冲突 学校方面表示相关人员并非该校的学生 受害人在学校门口和朋友一起打篮球时 与这名辍觉的男孩发生争执 被对方持刀捅伤 案发后男孩逃离现场 最终被抓获 目前案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 涉及的细节无法透露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注 北上注意深圳周末将迎来雷雨及暴风 星岛日报总结 港人北上度假 逼报深圳各口岸 当北上度假人士需注意 广东中北部地区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深圳将出现强对流天气风险较高 南方将一直持续多阴雨的天气格局 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 注意交通安全 深圳将进入强对流多发季节 市民需留意最新预警预报信息 法国是否正在走向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他正考虑向军活制造商提出加快生产的要求 以满足法国军队对乌克兰的援助需求 这是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 勒科尔努认为乌克兰战争再次打开了通向冷战时期对抗模式的大门 虽然一些观察家认为法国军队的装备陈旧且效率低下 但勒科尔努表示 他将优先考虑军事需求以加快生产速度 法国参议院外交国防和武装部队委员会前副主席吉尔伯特 罗杰表示 增加军事生产的产量和费用并非不可能 西方国家在二战期间也曾这样做 他指出欧盟已经提供了大量信贷额度以购买军事装备 并补充说腾胀率无法阻止各国生产更多产品并帮助乌克兰 然而法国外交部前顾问马纳夫·基拉尼认为 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为了掩盖军队无能的政治宣言 法国没有为军队提供必要的工具 军方也面临招募新成员的困难 此外法国还宣布将资助并向乌克兰交付78门凯撒自行榴弹炮 并生产10万枚155毫米炮弹 其中8万枚将交付给乌克兰 法国参议员罗杰强调 面对俄罗斯试图传播的假消息 保持冷静至关重要 然而基拉尼认为法国重华将与俄罗斯公开对抗的轨道 失去了对自身手段与能力的信誉和主权 他认为法国只是在遵循北约的命令 而北约是一个美国组织 邱国正儿子调剂被曝光 国民党立委有人心急要抢防场的位置 星岛日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国安局工作的儿子 涉嫌赵记一事曝光后 邱国正口头请辞并获得未留 国民党立委王红威透露 多名立委收到不具名黑函 内有邱国正儿子的私密照片和影片 王红威认为这是一出明显的权力斗争 有人想在新领导人上台前抢占邱国正的位置 他指出蔡政府在520之前并没有要懂邱国正的意图 所以这场戏是被演出来的 王红威认为事件暴露了民进党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方式 邱国正儿子调剂被曝光 国民党立委有人心急要抢防长的位置 星岛日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儿子涉嫌赵记一事被曝光 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邵护照片用它 引发委员收到了不具名的黑函 其中包括邱国正儿子的私密照片和影片 这一事件被一些人解读为执政党民进党内部 有人试图逼迫邱国正下台 然而国民党立委王红威表示 蔡英文总统并没有打算在520上任前让邱国正辞职 他认为这是一出明显的政治斗争 一些人试图在520之前谋取职位 这一事件也揭示了民进党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问题 然而王红威也指出邱国正儿子涉嫌赵记的事件本身确实需要调查 苏丹外国干预有可能延长战争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苏丹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一年 外国的持续干预和对冲突各方的军事支持可能会延长冲突 并使局势复杂化 根据联合国苏丹问题专家的最新报告 自2023年8月以来快速支援部队使用了之前从未使用过的重型和先进武器 快速支援部队通过乍德东部的安务贾尔斯机场获得军事补企 而雇佣兵的支持也来自中非东部 这些外国雇佣兵填补了快速支援部队的不足之处 并接受了在训练和战术技术方面的指导 然而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否认使用外国雇佣兵的指控 并称这是政治诽谤 外国军事支持和雇佣兵的引入可能会导致苏丹战争延长 并使局势复杂化 快速支援部队从乍德东部和中非东部获得军事补企 引进了来自乌克兰利比亚 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外国雇佣兵 这些雇佣兵填补了部队的不足之处 并接受了在训练和战术技术方面的指导 经关有关部门指挥官否认使用外国雇佣兵的指控 但国际观察家担心 外国军事支持和雇佣兵的引入将使局势更加复杂化 延长战争 外国军事支持和雇佣兵的引入 可能会导致苏丹国内出现军阀和国家分裂的风险 快速支援部队的使用外国雇佣兵的行为 可能导致战斗持续数年 并使苏丹局势不稳定 研究人员认为战斗的持续将导致军阀的出现 以及国家分裂为咒 不稳定的安全局势 大国和地区从国家权力中撤出 以及苏丹靠近中非 利比亚 乍德和南苏丹等脆弱国家 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这将导致武器的扩散和武装分子跨越这些国家开放边界的流动 为了解决苏丹的危机 国际社会应该施加压力 切断对冲突各方的外部军事支持 停止武器和外国雇佣兵的流动将有助于创造停火谈判的机会 并解决危机的根源 否则快速支援部队的外国军事支持和雇佣兵的引入 可能会使战争持续下去 并导致国家的崩溃和军阀的出现 国族腐败案前族协副主席李寓意受贿于1200万当庭认罪 则期宣判 星岛日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9日公开开庭审理的 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寓意受贿一案 荆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李寓意利用职务便利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钱款共计1200万余元 庭审中李寓意及其辩护人进行了制证 控辩双方发表的意见 李寓意最后表示认罪毁罪 法庭宣布休庭 则期宣判 替电动车业者发声中国商务部长传访欧 德国之声据报道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于4月7日起访问欧洲 并与比亚迪上海汽车吉利汽车等企业代表 一起讨论欧盟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反补贴调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计划在5月进行欧洲访问 期间可能会与法国总统马克宏同举行会晤 目前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课征的关税标准税率是10% 美国则对其征收27%的税率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逐渐扩大 去年在欧洲销售的电动车中有19%来自中国 预计今年这一比例可能达到25% 中国品牌比亚迪的销量在去年第四季度首次超过特斯拉 并且全年销量增长了62% 然而中国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导致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这也引发了一些批评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如果发现欧盟车厂受到市场扭曲与不公平竞争的阻碍 欧盟将采取行动将遵守国际义务 中国则批评欧盟以公平贸易为零行保护主义之时 欧洲运输环境联合会的分析报告建议 提高电动车产量并投资电池供应链 将是与中国厂牌竞争的唯一途径 但也可以考虑施加关税以推进电动车制造的本土 总而言之 中国商务部长将与企业代表访问欧洲 讨论欧盟对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反补贴调查 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逐渐扩大 但中国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导致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 如果发现欧盟车厂受到市场扭曲与不公平竞争的阻碍 欧盟将采取行动 但中国批评欧盟以公平贸易为民行保护主义之时 N号房模仿犯北京男子所裸照敲诈四十多名未成年少女 长达三年无人报案 星岛日报近年来 中国内地出现了一系列类似南韩暗号房事件的性犯罪案件 这些案件中 年轻男子在网上伪装成亲密朋友 诱骗未成年人发送隐私照片和影像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类似案件 四十多名未成年人受到侵害 但没有一名被海人报案 犯罪分子的手法主要是威胁 一旦被海人犹豫或拒绝 一旦被海人犹豫或拒绝 就会受到威胁 面对威胁一些孩子不敢告诉父母 也害怕自己的照片被传播 只能听从犯罪分子的指令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对未成年人进行侵害 对儿童的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侵害 犯罪分子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专家表示虽然这种犯罪没有身体接触 但同样会对儿童造成严重侵害 家长在这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该关注孩子的情绪 通过共情和引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此外网络平台也不能成为犯罪的工具 相关法律规定了网络平台的责任 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约束 俄罗斯阻止延长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 弹导电视台中文网 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延长联合国专家小组 监督朝鲜遵守国际制裁情况的决议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该小组负责监督朝鲜核武器和弹导导弹计划的制裁执行情况 此前美国等国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用于乌克兰战争 中国在投票中弃权 而其他13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 美国公务院发言人认为 俄罗斯的行为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旨在推进与朝鲜的腐败交易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指责专家小组 越来越露住西方方法的手中 无法对制裁制度的状况做出冷静的评估 该小组的最新报告显示 朝鲜继续藐视制裁 包括发射弹道导弹和违反石油进口限制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警告称 俄罗斯的否决将使朝鲜继续危害全球安全 尽管受到制裁 朝鲜仍在继续开发新武器 在投票前美国和韩国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既在阻止朝鲜采购非法使用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制裁制度仍然有效 英国仍然致力于让朝鲜对其遵守情况负责 此前俄罗斯还利用否决权 终止了联合国马里问题专家组的授权 马英九再会老朋友 学者习近平对台视讯号 德国之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计划于4月1日 开始他的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 有传言称他可能会在4月8日与习近平举行马席二会 专家指出 这次访问可能会引起美方的关注 因为他们想知道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 马英九去年访问中国大陆时 林毅市返乡祭祖和带台班学生去中国交流 试图淡化政治性 而今年的行程虽然表面上类似 但仍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这次马英九的访问可以突出这一点 廖元好认为中国可能希望通过强调 两岸有共同的血缘和文化 向台湾政府和民众传达信息 对于马英九访问的看法各不相同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高度肯定马英九出访 并相信这对两岸和平稳定有帮助 然而台湾总统府和陆委会都强调 任何两岸交流互动都应保持对等尊严的原则 外界也关注这次访问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无论马英九说了什么 美方的关注点仍然会放在习近平的反应和论述上 总的来说马英九的访问可能会引起一些变化 但具体影响如何还要待观察 美方对此之怀疑态度 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了解中国的情况 并揣测北京是否会放弃武力台湾的计划 无论马席二会是否举行 美国都将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并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台湾阿伯搭捷运耳机没插看和骗 旁边郑妹尴尬到不行有骗 星岛日报近日 一段在台湾捷运上拍摄的视频 在日本网络上引起热议 视频中一名白发老人在节狱上大声播放成员影片 而且没有戴上耳机 旁边的女乘客尴尬的笑了起来 其他乘客也对老人投来侧目 这段视频在日本网络上迅速传播 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和评论 这个视频的上传者是一名日本网友 在推特上分享了这段视频 视频在短短一天内就获得了一千万次观看 日本网友纷纷表示对这种行为感到尴尬和惊讶 也有人认为这名老人很勇敢 许多人也称赞旁边的女乘客的笑容 非常迷人 这个视频的传播也引起了对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的讨论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大家都应该尊重他人的感受 不应该做出干扰他人的行为 这个视频提醒了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尤其是在公共场所 总的来说 这段视频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 提醒了大家在公共场所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尊重他人的感受 同时也引发了对公共场所行为规范的思考 军职儿子调记台湾的防长邱国正寝思 但被蔡英文挽留 星岛日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儿子 涉嫌赵旗的丑闻引发了轩然大波 据称邱国正的儿子在应召战业者网站上 留下了心得分享 并有相关私密影片和照片流出 台湾总统辅证十月 邱国正已向总统蔡英文口头请辞 不过蔡英文认为现在的两岸其实紧张 台湾又要进行领导人交接 邱国正应该继续坐证岗位 确保防务稳健周全 邱国正昨天急召儿子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后 决定先向蔡英文口头请辞 目前国防部和国安局已经展开调查 并将依法办理此事 军职儿子嫖妓台湾防长邱国正请辞 被蔡英文挽留 星岛日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的儿子 涉嫌赵旗一事引发了轩然大波 据报道邱国正的儿子在应召战业者网站上 留言分享心得 并有私密影片和照片流出 台湾总统府证实邱国正已向总统蔡英文口头请辞 不过蔡英文认为当前两岸情势紧张 台湾领导人交接在即 邱国正应继续担任防长 确保防务稳健周全 国防部和国安局已经展开调查 邱国正昨天临时取消了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 据传是为了避免引发政治风波 中国柬埔寨合作拓网赌电炸窝点 抓获700余名中国籍疑犯 星岛日报根据中国驻柬柬埔寨大使馆的消息 中柬两国合作成功摧毁了多个位于柬埔寨西汉河河省的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窝点 并抓获了700多名中国籍犯罪协议人 双方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持续打击网络诈骗活动 为两国的经贸合资和旅游合作创造更安全和有利的环境 传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访美货物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星岛日报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将在下周访问美国 行程包括参观美军印太司令部和参加一场军事会议 唐华的防美行程是美国推动的联合岛屿防御概念策略的一部分 旨在共同对抗中国突破第一岛链的企图 目前尚未确定是否会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会面 清明临近那爱复活亲人呈热门商机店家电话接到手软 星岛日报近年来内地网上出现了爱复活亲人的服务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只需要一张正面照片 就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让照片里的人物动起来说话甚至复刻原声 这项服务在电商平台上平台上价格从五元至上万元不等 价格越高效果越丰富 目前已经有一些复活师在寻找决途和代理 将这项产业发展的更远 然而要进行了按复活需要有足够的条件 包括委托者签订协议提供足够的影音素材等 还有一些人由于数据不足或情绪不足或情绪不稳 无法进行复活 虽然存在一些难点 但是随着科技进步而挨复活的概念将会持续升级 对于这种新型的殡葬方式 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行 去年北京的太子玉林园等五家世属公墓 推出了数码殡试点 并设立了数码墓园 数码殡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 其安葬礼仪计扫为一体 通过电子屏幕展示逝者的阴柔笑貌 给亲属带来慰藉 目前全市已经有739套骨灰安葬在数码墓园中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新型的殡葬方式 虽然爱复活亲人和数码殡葬等新兴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安慰和便利 但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这种服务侵犯了逝者的隐私权 也有人担心这种技术可能会被烂录 同时由于数据不足和情绪因素等原因 有一些人并不能进行了爱复活 因此在推行这种新型服务的同时 也需要更加注重法律和伦理的规范 保护逝者和委托者的合法权益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